無聲無喜啊 也沒有關係啊 人都已經死了百日 但是涉案人通通都沒有來道歉 核心上面的叔叔 情緒相當平和 他說第一眼看見核心上面的遺體 他就認為事情並不單純 不只被槍殺 還有被亂棍打死的 這個有證據的 法院後來就又開一張死亡證明書 確定的死亡證明書出來 解剖屍的結果 那個死亡證明書 所以他當時絕對是很殘忍的 就奧吉 核心上面遭當街槍殺 時間回到今年的6月2號 當天核心上面要收架 開車來到潮州岩平路 就遭到了12台車包圍 將他從車上抓下來開槍射殺 由於這起案件在發生前 也在同一條路上的加油站 有發生鬥案件 原警第一時間偵辦 還以為是不同案件 但最後才發現有關係 情侍泰拳教練王念平 不滿尹子祥罵自己女友 雙方互相繞人 第一波衝突 尹子祥這一方把對方打到命危 所以才有第二波衝突 王念平找來槍手 把核心上兵 當成尹子祥槍殺 檢方現在將尹子祥跟王念平 跟其中的4個人 以殺人槍暴罪來起訴 另外有25名共犯傷害 以及聚眾鬥毆制人 於此注釋罪起訴 一口氣就起訴了31個人 核心上兵家屬說 希望法院速審速決 還一個公道 速決就是看他們的死刑 記者張春華 吳怡靜 屏東報導 報導 如果有機會